天黑看不到東西 是不會出街 會不會趕著你天黑回家 會 四點鐘 一到四點鐘就趕著回柴灣 有沒有試過真的太晚了 都有 即是黃昏那個 有一個壓迫感 腦會發脹 總之精神很緊張 感覺很差 黎萍就快60歲 在二十多年前 她確診妄想是網膜色素病變 一種最終會失明的眼質 跟朋友、同學 開始約去夜街 人家不遇見我遇見 經常遇見人 人家側側過來看不到 經常跟垃圾桶說對不起 不知道 一遇見他就覺得對不起 垃圾桶、燈柱、樹 有很多 日常見人 好像周圍有眼膠 但摸下去是沒有的 那是甚麼事呢 就去看醫生 那些社工說要做雙層症 自己的心態 應該我不會是這樣 我還撐得住 視網膜感光細胞有兩種 一種是錐形 一種是幹型的感光細胞 錐形的感光細胞 就是負責中央視力 和顏色的變形 如果幹型的感光細胞 主要負責我們周邊視 和我們夜晚的視力 當視網膜產生病變 幹型細胞受損 就會導致視野收窄 尤其是在關線不足的情況下 會覺得視力比較差 但它的中央視力 仍然是可以正常 有時周邊人家進去 找它看不到 留意不到 人家告訴它 你為何旁邊看不到 後期的時候 可能我們叫Tunnel Vision 就是好像只有一條隧道那麼窄 都有很多尷尬的 和兒女出去 有時找兒子找不到 坐巴士的時候 兒子最喜歡找位置 他就一支箭 坐到有位置的地方 我就找不到 最搞笑的是 你看見那個推BB車 你認識別人 他就證明了 同族的大人大招呼 就扑扑了那個BB車 人家翻臉了 那次之後就想想 都應該開獎了 我今天回武將為劇團 去做共用大使分享 雖然視力漸漸流失 但有了白象 黎萍就不再害怕了 還四處走 四處去 我只是在一個洞洞裡來看 只有一個圈 我們平時人可以看到視野角度 大概是160度 160度 160度 170度 那麼多度 黎萍幾多度 我現在應該是10度左右 其實那個洞洞我看到很遠 但是呢 側邊我就看不到的 在這裡現在坐著 很多人在這裡 他們在這裡看著我們演戲 沒錯 他還很喜歡演戲 曾經參加過兩次大型演出 第二種演戲 站得高 對著觀眾席 我都說了 我自己本身比較自卑 不是很敢向著大眾說話 現在好像 羅正牌可以大聲跟別人說話 就是牌我都已經很享受 有得演出 六仙子 不如我和你調位 在中間兩邊都有人保護你 我排第二 是輸的 是一種恥 其實在舞台劇上 眼神交流 觀眾是看不到的 你最主要是身體動作 說話 表達 還是你被老闆炒了 不用上班 背劇本一定沒問題 有錄音 手機板 放大字體 放大字體 所以我最重要是要錄台位 錄了幾個小時都睡不到 很多時候我會跟朋友說 你坐在這裡 一會兒我會看著你 其實是看不到的 牆外面有誰我都不知道 有多少個我都不知道 會 沒所謂 很厲害的 他們的機板 可能他們看不到 可能事先很勤勁 溫功課 演的時候 可能會事先帶到台位 走幾多步 我們要就著他 不要撞到他 如果走多了 大家都會出聲 盡量用聲音去幫助他們 我跟著你 你為甚麼醜了 為甚麼特別喜歡跟年輕人 小時候 他們小時候應該接收訊息 比較多 老人家不知 很多時候覺得身體有缺陷 那些是很慘的一件事 我們是視力差 但我沒有影響其他官民 人的正常視野應該是這樣的 但如果視野收窄的過程很回慢 其實不容易察覺 簡單的評估方法是兩個人面對面 藉著其中一隻眼睛對視 檢查者把手分別從上、下、左、右 慢慢向中間移動 如果兩個人的視野都正常 應該會同時看到手指進入視野範圍 進一步確診 就要進行眼底檢查 視網膜電流圖 眼底螢光血管檢查 和視野檢查 我們可以拍這些眼底照 彩色的眼底照 你們看到一些黑色、灰色、黃色的病變 細胞組織 它是周邊 我們看到的 就是它從旁邊一直到中間 視野檢查 我們靠一部機器看著中間 那些光碟就會在旁邊閃 如果它感覺到旁邊閃的時候 有一個按鈕 它有不同的位置和不同的光暗度 去測試它的視野 旁邊的敏感度 大約每五千個人 才有一個夜盲症患者 它是高度遺傳的疾病 目前還沒有絕對有效的治療方法 不過 服用特定的補充劑 都可以減慢惡化的速度 近年都有不少研究 用基因療法 或者視網膜晶片去幫助病人 我有時去行山 跟朋友行山 我看見景景漂亮的 我都拍下來 回來慢慢放大 先拍下來 回來再看 如果能動的話 我不會停 在江北爺的自處 都會提供 我認為 家居抗疫 你不想收不用笑 我可以用姐姐 全民治救抗疫手冊 有中... 英... 菲律賓... 印尼... 四語精華版 下載完 和姐姐一起看 一起抗疫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